接下来我们利用D种 也就是所谓的比例关系来 表示我们的基数性 而比例关系我们会针对这四个关系来说明 四个关系 比如说E对E的关系 而什么叫E对E 它是表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E对E的关系 比如说以下是A实体跟B实体的关系 恒生也是E对E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关系上会表示所谓的比例关系 E对E的关系 接下来第二种就是所谓的E对多的关系 而什么叫E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E对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下语中 A实体跟B实体关系是E对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基数性是写在关系的两边 E对多 接下来第三种就是所谓的多对E的关系 而什么叫多对E的关系 也就是表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多对E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从下语中来说明 A实体跟B实体关系是多对E的关系 多对E的关系 接下来第四种就是所谓的多对多的关系 而什么叫多对多呢? 其实它是用来表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是多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更详细说明E对1的关系 而什么叫E对1的关系? 其实就是两个实体之间呈现E对1的关系 而E对1关系也就是A实体跟B实体关系呈现的是E对1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利用对应的关系图来说明 比如说A实体我们把它模拟成 A实体里面会有四个成员 比如说A1、A2、A3、A4有四个成员 这个是所谓的案例个数 而B实体我们把它模拟成 四个成员也是一样四个成员 也是所谓的四个案例个数 接下来我们A实体里面的成员跟B实体里面的成员如何对应 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E对1的关系 也就是A实体会对应到B实体 所以我们看看A实体里面的A1 它会对应到B实体的B1 而A实体里面的A2 它会对应到B实体的B2 而A实体里面的A4 会对应到B实体的B4 这种关系E对1的关系 可以称为我们的对应的关系 在我们E对1的关系中 在我们A实体里面的A1这个案例 它只能对应到B实体里面的B1这个案例 而它是无法同时对应到B1及B2 如果它同时对应到两个 这所谓E对多的关系 而不是所谓E对1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E对1的关系中 A实体每一个案例只能对应到B实体里面对应的案例 这称为E对1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针对E对1的关系来实际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假设每位老师仅能分配一间研究室 并且每一些研究室只能对一位老师来使用 而这种关系称为E对1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情境里面 每一个老师就是一个实体 然后研究室就是另外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A老师是一个实体 研究室也是一个实体 而这个研究室跟老师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是分配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老师只能分配一间研究室 而从这边练过来就是 每一间研究室只能对一个老师来使用 一个老师来使用 所以这种关系称为E对1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以上这个老师跟研究室的关系 我们从以下这个对应关系图来说明 我们将这个老师实体把它弄成 也就是案例个数 也就是老师 假设我们有四个老师 然后研究室也有四间的研究室 因此每个老师只能分配一间研究室 我们可以从这个实体案例 我们就可以清楚得知 每个老师只能对应到一间研究室 这称为E对1的关系 接下来介绍第二种关系 也就是说E对多的关系 而什么叫E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呈现E对多的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以下这个一压图来说明 以下这个一压图就是一个实体对应到多个实体 也就是A实体会对应到多个V实体 呈现E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针对这个一压图 利用所谓的对应的关系图来说明 因此我们将这个A实体把它模拟成三个案例个数 而V实体我们把它模拟成四个案例个数 接下来在我们这个A实体跟V实体的对应关系图中 我们就会清楚得知 A3这个案例个数也就是A3 它可以同时对应到V实体里面的V3跟V4 而这种关系称为E对多的关系 E对多的关系 为什么呢 A3它可以同时对应到V实体里面的V3跟V4 称为E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针对E对多的关系来实际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假设每位教授可以同时指导多位研究生 但是每位研究生只能有一位指导教授 不可言有共同指导的现象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情境化成了一雅图 所以我们必须先找出实体 实体有哪些呢 我们找出教授就是一个实体 还有研究生就是第二个实体 因此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举行 里面就是我们的教授这个实体 接下来第二个就是研究生这个实体 接下来我们看看教授跟研究生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是指导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动词就指导 而这个情境里面一个教授可以同时指导多位研究生 也就是说E对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关系画成以下这个图 以下这个图E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这ER图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对应的关系图来说明 接下来我们将这个ER图教授这个实体 我们把它模拟成真正的案例个数 也就是三个案例 也就是三位老师 接下来研究生我们把它模拟成四个学生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关系图 我们可以来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每一位老师可以指导多位学生 但是每一位研究生只能被一位老师来指导 比如说我们这个T3 也就是所谓T3这个老师 这个老师可以同时指导两位研究生 指导哪两位呢 指导S3跟S4 这两位研究生 但是S1到S4 它只能被一位老师来指导 为什么 可以从这边过来看 S1它只能被一个老师来指导 比如说这个S1 它只能找到T1这个老师 S2只能找到T2这个老师 S3只能找到T3这个老师 而S4也只能找到T3这个老师 因此我们从这边解读过来 也是从左至右 我们发现是E对多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T3可以同时指导两位学生 但是从右到左 我们发现 每位学生只能被一个老师来指导 它称为E对多的关系 E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从以下这个水堂练习 来请哥同学做这个题目 也就是请哥同学举三个E对多的例子 并利用比例关系来会出他们的ER图 会出他们ER图 我们现在有提示三种例子 三种以下这三种 客户跟订单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客户可以订多张订单 接下来第二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员工跟建属关系 也就是员工可以护养多位建属 接下来第三个例子所谓的学生跟考试的关系 也就是所谓学生可以举行多次的考试 这三个例子通常属于E对多的关系 E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请各位同学将这三个例子 把它绘制成ER图 而利用什么来绘制呢 利用比例的关系 这种方式来绘制成ER图 接下来针对水堂练习 然后来举三个E对多的例子 并绘制成ER model 我们来公布我们的解答 首先我们看我们第一题 第一个例子就是 每一个客户可以下多张订单 下多张订单 那ER图怎么画出来呢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客户 客户就是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可以画一个矩形 然后里面写客户 接下来客户跟订单 所以订单又是另外一个实体 另外一个实体 因此我们画一个矩形 然后里面写订单 接下来客户跟订单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下订单的关系 所以我们动词是什么 下 是下 接下来我们来的决定 客户跟订单的基数性 也就是说一对多的关系 怎么看呢 一个客户可以下多张订单 所以一个客户可以下多张订单 而每张订单只能被客户来下 所以这个是从这边解读过来的 而这个N是从这边解读过来 再讲一遍 这个N是怎么决定呢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客户可以下多张订单 然后这个意义代表什么呢 意义代表一张订单只能被 只能被一位客户来下 一位客户来下 所以从检读过去跟 游草之草跟游药之草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说明第二个例子 也就是员工跟了建属的关系 而员工跟建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 是护养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义牙图 而我们这句话就是每一位员工可以护养多位建属 所以我们员工属于实体 所以我们画是一个举行 里面写一个员工 然后建属是一个落实理 所以我们画一个双边的举行 而员工跟建属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护养关系 并且我们是一个落关系 所以你看看 一位员工可以护养多位建属 所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来 就是什么呢 一位员工可以护养多位建属 接下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去就是 每一位建属可以被一位员工来护养 接下来我们说明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就是所谓的学生跟考试的关系 学生是一个实体 因此我们画一个举行 然后里面有一个学生 现在考试也是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画一个举行 里面写一个考试 接下来学生跟考试什么关系 是参加的关系 是参加关系 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边解读过去 也就是一位学生可以参加多次的考试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学生跟考试的关系 其实很多书籍都写多对多的关系 其实我们必须要依照实际的情况来决定 也就是如果我们针对一位学生 这个情况就是所谓一对多的关系 但是如果是针对全班学生的话 则学生跟考试的关系 是呈现多对多的关系 多对多的关系 所以一对多或是多对多 这些情况其实是依照你的真实情况来决定的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三种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多对一的关系 而什么叫做多对一的关系 它是用来表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呈现的是多对一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以下的ER图 也就是A实体跟B实体的关系 呈现的是多对一的关系 这怎么解读呢 也就是B实体会对应到多个A实体 所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来 就是一个B实体可以对应到多个A实体 接下来我们将以上ER图 利用对应的关系图来说明 接下来我们将A实体 我们把它模拟成4个案例数 4个案例数 然后B实体我们把它模拟成3个案例数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B实体这边 我们就可以对应到A实体的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B3 我们可以对应到A实体里面的A3跟A4 所以各位同学就清楚得知 这种关系就是所谓的一对多 或是多对一的关系 如果从这边解读过来就是所谓的一对多的关系 一对多的关系 而从这边解读过来就是所谓的多对一的关系 其实一对多跟多对一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它方向不一样 其实它代表意思是一样一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针对多对一的关系来实际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国科会的国家型计划 而这个计划必须要有多位教授共同主持一个国科会的总计划 因此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国科会的计划 跟教授这两个实体把它绘制成了ER图 也就是一个国科会总计划必须要有多位教授共同主持 所谓的一对多或是多对一的关系 多对一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个ER图把它转换成对应的关系图 所以我们教授这个实体我们非常好 把它模拟成四个案例数 现在国科会计划也是合合国科会总计划 我们可以模拟成三个案例数 接下来我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清楚得知 T3、T4这两位教授他同时主持一个国科会计划 这个就是所谓的多对一的关系 多对一的关系 从这边解读过来就是多对一 而从这边解读过来就是所谓一对多的关系 所以一对多跟多对一连其实这种关系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介绍第四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多对多的关系 NN称为多对多的关系 而什么叫做多对多的关系呢? 其实它是用来表示两个实力之间关系呈现是多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A实体跟V实体来表示 表示多对多的关系 以上这个ER图它是用来说明了 多个A实体会对应到多个V实体 我们称为M跟N称为多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利用对应的关系图来表示所谓的多对多的关系 因此我们用A实体还有V实体 而A实体我们模拟了四个所谓的案例数 而V实体我们模拟了三个案例数 好 接下来我们说明多对多的关系对应图 好 我们发现A实体里面的A1 A2 A3 这三个案例也就是所谓的三个实体 它对应到V实体里面的V1 各位同学看一下A1对应到V1 A2也是对应到V1 A3也是对应到V1 所以从这边解读过来是所谓的多对一的关系 多对一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V实体里面 哪些实体也就是哪些案例对应到A实体的案例 好 我们发现 这边V1 V2 V3分别对应到我们A实体里面的A3 各位同学可以对一下 V1这条线它对应到A3 然后V2这条线一样对应到A3 V3一样它对应到A3 所以从这边解读过来是多少呢 刚刚讲过的是多对一 而从这边解读过来也是多对一 因此A实体跟V实体的关系呈现的是多对多的关系 多对多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针对多对多的关系来实际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假设每一位教授可以申请国科会师可以申请多项的国科会计划 并且每一项国科计划可以由多位教授来共同申请 所以我们就可以将教授跟国科会计划 可以把它弄成以下这个ER图 也就是一个教授可以申请多个国科计划 并且每一个国科计划也可以由多位教授来申请 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个ER图利用对应的关系图 然后表示出来 首先我们将教授把它摸一层 四个案例个数 T1到T4 而国科计划 我们可以将这个实体摸一层三个计划 P1到P3 接下我们如何从这个对应关系图 也就是所谓多对多的关系图来解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上图中 也就是所谓多对多的关系图中 我们发现T3也就是T3这位老师 他申请了三项计划 申请了三项我们可以看一下 申请的P1这一项计划 还申请的P2这一项计划 接下来又申请的P3 三项计划 所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去 是所谓的一对多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这计划中呢 哪些计划是被多位老师的共同申请的 我们发现呢 T1这个计划是被多位老师的共同申请 被哪些老师来申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对过来 是被T1申请 还有呢 被呢 T2来申请 还有被谁呢 还有被T3来申请 所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去 就所谓的呢 一对多的概念 所以我们两边都是呢 一对多 所以称为是多对多 所以我们教授跟着国科计划 如何依照呢 这种情境呢 呈现是多对多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呢 来针对呢 多对多的关系来做呢 随常练习 请各同学呢 举三个例子 举三个什么例子呢 多对多的例子 并且利用呢 比例关系来绘制成呢 ER组 而我们这边有一个提示呢 哪些例子 属于多对多的例子呢 我们举了三个例子 客户呢 跟零件的关系 呈现呢 多对多的关系 还有呢 学生跟课程 关系呈现多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还有订单跟产品的关系 也是多对多的关系 好 请各位同学 花一分钟呢 把它想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公布呢 我们呢 这一体呢 随同列行的呢 好 解答 而我们解答呢 如下 如下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客户呢 跟零件的关系 我们看一看 每个客户呢 可以购买多个零件 因此呢 我们看一下呢 施加利 客户就是一个实体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弄成呢 一个举形 既然零件也是一个实体 所以呢 客户跟零件呈现很关系 是呢 所谓的呢 一对多的关系 所以一个客户可以下 也就是所谓的购买 多个零件 所以呢 一对多 并且每个零件 并且每个零件呢 可以被多位的客户来预定 因此从这边解读过来就是呢 每个零件 可以呢 被多位 多位客户来预购买 好 接下来我们说明第二种例子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 学生跟客户的关系 所以学生跟客户都是实体 都是实体 接下来学生跟客户是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所谓的选修的关系 所以我们呢 我们这行的意思就是所谓的一对多 一个学生可以选修多门课程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明一下 一个学生可以选修 选修多门课程 而从这边解读过来怎么解读呢 从这边解读就看这边 每门课程可以呢 被多位 学生来选修 所以从这边解读过来 从这边解读过去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前面这句话就是 从左之右解读过来 后面这句话就是由右字左 由右字左把他解读过来 好 接下来我们说明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就是 订单跟产品的关系 订单跟产品的关系 而订单跟产品都是一个实体 所以我们把它举行把它画起来 接下来订单跟产品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位的包含的关系 而它的基数性怎么解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数性你看看 每位也就是每一张订单 每一张订单可以包含多个产品 这个就是从这边解读过来 就是由走自由解读过去 接下来每一个产品可以对多张订单来订 所以我们从这边解读过就是 每一个产品可以对多张订单来订 多张订单来订 因此我们是承认了多对多的关系 因此我们就会清楚得知 以下这三种都属于多对多的关系 分别是客户跟的零件 它是关系所谓的购买的关系 接下来学生跟选客属于选秀的关系 也是呈现多对多的关系 接下来这一种是所谓的订单跟产品 它是包含的关系 也是呈现的多对多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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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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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